皮带再粗一点 你觉得是不是很适合咱们男生呢 你发现没有 大牌往往很少用壮色 你能用任何一个色标描述这个绿吗 是个local horses OK that's a challenge it's a challenge for us 万表流行力天然书记得气 你们好吗 现在我们是在第十一届浪琴表 北京国际马术大师赛上 本期我会回答上期你们提的一个问题 我上期视频里带的是什么表 优雅的元素通常包括这么几条 仪态 服装 言谈举止 自信和气质 优雅的表现往往提的是细致的礼仪 精致的选择 还有内在的修养 就是这款康卡色 你看这个绿 你能用任何一个色标描述这个绿吗 对吧 它不是那种特别明显的绿 它是一种很柔和 很淡雅 很细腻的一种绿 这就是浪琴所要表达的一种优雅的一种方式 那么优雅跟马术运动 跟浪琴万表又有什么关系呢 资深的粉丝都知道浪琴有着一个很辉煌的历史 甚至不属于某些大牌 但是在当下万表品牌日趋细分独特 浪琴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应该是什么呢 抛开浪琴悠久的辉煌的历史 答案可以有很多 但是可以这么说 不懂优雅就不懂浪琴 精致的礼仪也好 细致选择也好 关键词是克制 其实克制也是一种内在修养的外化 马术运动应该是体现优雅的最佳方式了 下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看看 马术对优雅的诠释 现在我说说我带的这款表 With an hour 我在瑞士比尔旅游的时候 比尔是什么地方呢 跟你说比尔就是劳力士的机信厂所在地 而且是欧美加的总部所在地 我在那旅游的时候 常常看到With an hour这个词 觉得这个得以名字很有意思 为什么在这里出现的频率这么高呢 后来我得知多年前在美国有一个表行 叫Longin With an hour 它经营了四个牌子的万表 僵尸单顿 机家 浪秦和With an hour 这家表行呢 曾经为航空和探险人士 当然主要是美国的 提供专业可靠的万表 我们讲浪秦先行者的视频里 说过浪秦的飞行探险手表 就是With an hour提供给美国的探险家的 有些万表甚至是With an hour和Longin的双标 这说明With an hour跟浪秦的关系不一般 里面不合不可能走到一起 而这款With an hour的名字呢 它叫Trist 很有一种法式浪漫 我觉得今天戴上跟浪秦的这种优雅活动很搭 你觉得呢 什么牌子不重要 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很重要 怎么样 这款With an hour方表 是不是又重新让你燃起了对方表的热爱 那么现代的浪秦 还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感觉呢 给你推荐一下这个 这是一款很经典的方表 应该说某大牌的那个方表啊 如果这个链带再粗一点 皮带再粗一点 你觉得是不是很适合咱们盲生呢 如果那天你选了这款表 我请你 你是个游戏者吗 是的 我是游戏 好的 你从哪里 从水尔兰 水尔兰 好的 这家庭的Longin 正确 他们是我的贊助 你的贊助 是的 我是Longin ambassadeur 好的 那是很棒的 是的 那是什么鞋子你游戏吗 这周园 这是第一次我游戏的鞋 是Local Horses 好的 这是一个挑战 这是一个挑战 对 好的 我希望您的成功 谢谢 我们说优雅的元素之一是细致的选择 比如说这个表壳的比例观象 还有就是表盘的颜色 什么叫细致的选择呢 不是选那种简单粗暴的明火直障的颜色 而是一种很调和很柔和的色 比如说像这个表盘的颜色 你发现没有 大牌往往很少用壮色 至少像这个浪琴这样的品牌呢 它是在一个色彩的选择方面 应该说是可以很细致 这些表啊 体现了细致的选择 比如说颜色啊 比例关系啊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浪琴最擅长的 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厚度的难力 优雅呢 其实是有条件的 比如说气候啊 环境啊 像今天 像现在这种金秋十月啊 最适合表现优雅 想想看 你最喜欢的一件衣服 最拉松的跑车 适不适合在春秋天是最理想的呢 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优雅一下很容易 难的是一年四季都这么优雅 没错 但即使是这样 当你需要展现优雅的时候 你得拿得出手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马术是一种优雅态度体现呢 因为它不是说我人想当然了就能达成什么 它必须跟马实现一种和谐 就是一种沟通啊 再有呢就是说你看那些骑士的这些装扮啊 特别的在现在这个时代呢 特别能体现那种优雅的感觉 它又讲究又适合运动 对吧 又适合运动呢 它又不是那种特别粗俗啊 那么简单粗暴的一个风度 这个我认为就是优雅态度的一种外化体现 一般的马术比赛呢 都有这么一个环节啊 就是这个赛场开放 让这个爱好者啊 观众啊 能够到这个障碍前去体验一下 你看这个障碍 这个高度 它的跨越应该是很难的 浪琴 马术 我戴的表 所有这些元素啊 都围绕着一个元素 就是优雅来展开的 优雅呢 它有很多的方面 很多的元素啊 你觉得这么说合适吗 我漏掉了什么 或者你这边没说到 欢迎你补充 谢谢你 咱们下期见